男人在年轻的时候 都希望拥有一位美艳动人 身材娇好的女人 但随着岁月的增长 尤其是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以后 跟丰富的人生业力 就会发觉 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因为一个哪里够 真的是 这个就是人间的欲望 人本身的欲望就是这样子 师母今天在这个 这个 饭桌上 我们大家在评论那个插花 评论那个插花 那个插花有 那个廉池上师认为那一瓶花 插花的意思就是洪讯出墙 师母认为那一瓶花是伸出一只手 伸手要钱 伸手要钱 还有小端师姐 他认为那是一只花剑 摄像师尊 那师母也讲了一句话 洪讯出墙 你是说什么 我忘掉了 你讲什么 讲给大家听一下 你也忘掉了 我不是叫大家记起来吗 谁还记得 师母说 洪讯出墙 多多亿善 多多亿善 亦旺 神所要钱 钱也是亦旺 色也是亦旺 当王爷 当大官 当总统 全部都是亦旺 我们真正的行者 到最后要走到 世间八种享受 全部不要 就像你穿破的皮鞋一样 可以丢掉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世间八法 可以当破鞋子 给他丢掉 不能迷惑在世间八法之中 这个修行才会成就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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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